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最近開始做了一個公益活動 公益活動就是我剛在一開始三分鐘分享時 就提到的就是一個人生是主委的經濟 一開始會叫做這一個主委 其實一開始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要做這樣的東西 雖然說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原讀書人 那包括我在過去在人生中在遇到一些順情 包括在社團或者在工作 或者遇到一些過激史 閱讀的部分 他真的是幫我 幫我了 他給我很大的動力和力量 幫我去度過許多難關 但之前的話是沒有想過 想去講的 其實後來的話是有幸認識的一個朋友 那朋友的話他在台灣的話就是之前的教練中央 各位各位提到就是一個25歲的年輕人 他是一個僑神 但他在台灣的話他卻結束到了一個國關 他做到一個難以想像 我們自己難以想像的位置 因為他自己成為了一個國內最大的一間建商的公司長 一間建築公司裡面的經理 然後我覺得說他這個支持位置是這樣 他後來之後我講說現在沒有 他花了非常非常多時間 在包括他月子 包括他 和他結交人牌的部分 後來實際上跟我講說他在台灣 雖然他現在是學生 在台灣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他說光是會去結交這些人牌參加這種聚會 或是去跑各個地方參加一些活動 他說他自己在五六年時間 他自己個人給他學習 之前至少 絕對超過一百萬 然後他說他在國內的話 他自己的 那他現在就學學習了 然後叫回國的時候 他說他自己個人的場數 至少超過三千分 他說他透過這樣子 我非常不斷勉強去點氣到 他現在這樣怎麼樣 因為透過他的故事之後 其實讓我有很多遊戲的反思 然後後來才決定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高雄的話 就是在高雄的地方成立一個組繪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話 其實後來也是有些數據 我們特別有一個感受想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包括之前那個報導中有提到說 其實台灣的國人越來越多喜歡的國書 邻居美的 每天的念的書也不過 就是一本再多一點點這樣 一點多本 不到兩本 就是邻居俠 那包括這幾天的話 張大神的話 他有講過一句話說 他說國人的話就是 每天都在談論說 要吃飯 要吃什麼 但他們卻不常讀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那個高雄君教授曾經有提到說 就是他覺得說 他覺得說成為一個讀書人 他說在雄 要買書 時間在少 要讀書 你的住的空間在宅 要藏書 老朋友之間交信在線 要送書 因此呢 我覺得說 讀書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他對我們 並不見自己對我們 其實是有很大的把握 只是他的這個影響 他是潛移或化 就像我們在石喉中 在一個盒中 丟下石喉的時候 在前天丟的情況下 其實是我們是看不到的 但要等於當他累積到一個 超過一個盒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突然看到他的累積的東西 而且是越來越無限 包括就是 我會要問來的是說 其實我看台灣的學生的話 就是他們很多人 被一個松枝在社會中的一些念 包括我們社會上談到 我們常常談到一些成功學 或者說教你怎麼樣快速支付 快速成功的這些俗信 或是一些奇怪的連結想做點樣的 大多數人我覺得他們對這些東西 是他們一開始就是有些 因為一開始就是有些 就是沒辦法那麼的腳踏實地 我們發現說其實 真正最健康實地的辦法就是 包括就像獵人中的雲虎 雲虎師傅在教小吉兵的時候 我也曾經講過說 他說其實 雖然暗默舊班才是捷徑 我們發現其實暗默舊班 甚至最好的方法 對我們來講最好的修練方式 其實就是越谷 越谷這件事情他可以套餘我們的情信 他同時可以讓我們專業支持 他不讓一個人他同一個武士 一個比較沒有思考一些做事 比較有分寸的人 他通過越理一件事情 讓他去討論 變成一個有德而且有才的人 假如有德有才這件事情的話 在中國大陸的話 就是第一堂和第二大的一個 武業的一個董事叫做莫劉 莫劉的老闆叫做牛根森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過他用冷藩標準 他用標準他說有德有才 厚德重用 有德無才培養再用 那有才無德跟無德無才 就是這種人他是覺得絕對無用 因此我覺得說台灣的學生 其實我們才能這件事 這件東西就可以培養 但是德性這樣東西 我們德我們太多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是需要透過很長時間的一些 畢業科系默化這些東西去培養 開始我們現在做的讀書會部分的話 其實是莫根一群都沒有談過 其實是我們是一個 衰群的表演技的讀書會方式 我們現在是在高雄 在高雄大學級文長的話 文長大學院的話 都會才是成立我們讀書會 接下來的話 希望在接下來幾個月的時間 再陸續破產到其他的科學大師 我相信全台灣在說我們的時候是這樣說 我們是第一件就是進讀書會的話 事先要包括丟證 再來還要面試 然後有面試通過的話才會進來 在我們面試進來的時候 還不是就是我們每週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像教堂這樣子 就是大家要給你每週的話 就是要讀一本書 每週要讀一本書 然後要上台去分享 每個人分享完之後呢 他們還要去每週的話 寫新的 包括要寫自己這週閱讀心得 以及聽完他人分享的心得 都同時每週的話還要教柯子 跟他們兩個就是一些 他們今天參加活動的一些心得 在Facebook的分享 我們扣扣這樣的比較嚴謹的方式 我們相信說其實有壓力的情況下 這個人的話 我們覺得說才能夠真正獲得成長 其實之前的話也曾經有會前輩 跟我們講過說 他覺得說其實有沒有學生的話 其實學生的話都活動參加太多 他說你們這些學生活動參加太多 像是不對的 他說眼前拿來那些活動 拿來那些去掃耗點 對你們自己那樣沒有什麼幫助 我說什麼可能 他說活動參加活動是見識 參加活動這些東西的話 參加一下這些東西 它是真正的見識 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知識 你的見識夠了 但是你的知識不夠的話 其實你的所見所聞都是有限的 他等於知識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知識最好的方式都是閱讀 你要透過極大量極大量 那些人很廣泛是不限種類在閱讀的話 才有辦法去給記憶足夠的知識 也藉足夠的知識 亮到有起來 弱化很強大 去談到社會上 這個世界上有更多更多的同性向的族性 大家說還有更重要的東西 看閱讀完的時候最重要的東西是消化 那我覺得說消化 消化這東西其實想用的是什麼 我想消化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分享 以及不是分享的就是贏得 那有一本書他有講 我記者的時候有一本書他有講過 就是那個庸才 他表題叫做庸才蒙鞋的遺跡 他說人才是蒙鞋 就是那個邪性的 那寫信德的話就是說 將你所獲得的這些東西 不管參加活動或參加的分享或參加的東西 以後獲得現實或支持這些東西 去經過自己內化自己的思維 自己與以往的經驗之後 去反主之後所產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信德這樣東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 大家可能會想到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 那這樣畫出來說 那我不先維持的話這個東西 這個活動絕對是公益活動 因為它一直在燒鞋 而且燒別人鞋就燒我自己的鞋 所以現在都其實還蠻好的 那我最後的 我在想做這個活動的話是說 我覺得說其實從以往到現在 我也在報告我自己也過了 我小經濟也過了不同的東西 但自己說雖然說現在的效果 還不敢說殺過什麼成就 但我希望說能夠 使者去回顧社會更多的東西 其實我是希望從頭部這樣 舉辦這樣一個組織 這樣一個活動 能夠為企業培養 每個AIA去轉業運動 為社會AIA去有 那麼慢慢的生意循環 從此更重要是 為這個國家AIA 能夠領導未來的投入點數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